泳池你下去嘛 大家每天都在用 一天不知道幾百個客人 或是幾百個民眾在使用 那一定都會擔心說 我這個水池到底會不乾淨 那這個游泳池 到底有沒有在做清潔 有沒有在做管理 其實不包括只是游泳池 其實很多像溫泉 飯店的溫泉也好 或是說在戶外 室外的那種運動 就是甚至上個月有剛開那個什麼 公園的細水區嘛對不對 好 細水區 像這種水啊 我們在玩的時候都很擔心 現在水到底有乾淨嗎對不對 我也怕洗一洗等一下 皮膚怎麼樣對不對 好 那其實衛生局這時候就說話啦 衛生局說他每個月其實固定時間 都會對桃園俠內的游泳業者 散溫暖還有溫泉業者 進行水質的抽象檢查 就是固定時間我都會去給你抽 那檢驗項目呢 就是針對水質內的一些生菌素 還有大腸桿菌 那查看是不是有超標的情形 其實他每個月都會去做一個檢查啦 那剛好就是5到10月呢 特別是民眾 就算是暑假游泳忘記嗎 好 就是這段時間 5到10月呢 衛生局會非常的勤勞 一天大概一個月大概 以往一個月大概檢查一次 大概一個月變成好幾次喔 他就是會加強去做檢驗 然後確保這個民眾吸水衛生安全 好 我們趕快先看一下這一則相關的新聞報導 天氣熱 市區內的游泳池 也成了民眾玩水消暑的好去處 不過游泳池使用的人多 在業者的水質上把光到底有沒有落實 也容易成了民眾擔心的點 衛生局也說明了 每個月都會定期去針對游泳池業者 進行水質的檢測 夏季更會加強去抽驗 對於不合格的業者也都會進行裁罰 五到十月也就是游泳池使用的這個旺季的時候 每個月會抽檢兩次 那在這邊呢 抽檢的這個項目呢 有針對游泳池的餘率量 生菌素跟大腸桿菌 這個三個主要的部分來做一個檢測 那在這個上半年也就到八月份為止 我們共抽檢了345家次 那其中五家不合格的部分呢 也已經做了採處 不光只是游泳池 一般健身中心或是運動場館的 三溫暖和溫泉 都會進行抽氧檢查 這邊也要呼籲所有的游泳池業者 溫泉業者 在針對於這個餘率的 餘率量的這個加 加這個綠的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每兩小時 自我的去檢測 這個餘率量 並且把餘率的這個值 能夠公告在 自己游泳池業者的明顯之處 民眾在進入水池之前 也應該要先淋浴 把身體洗乾淨 並且卸妝 有感染皮膚病 或是傳染疾病者 也應該避免下水 共同維護水質 衛生和安全 桃園有線新聞 林瑞鋒 桃園常常報導 線紙 但是 藍玉